世界上最大、最具未来感的超级游艇之一,正是像摩纳哥,很快就让当地的亿万富翁们极度不已。 据悉,俄罗斯没看大亨安德烈梅尔尼琴科的这艘游艇,由菲利普斯坦克设计。 这艘防弹船在詹姆斯邦德电影中,看起来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。 据悉,这艘价值,约31亿人民币的巨型游轮长142.6米,有8层甲板,一个直升机停机坪,一个游泳池,和100米高的桅杆。 它之所以被简单地命名为A号翻船,是因为这位超级富有的实业家,希望自己的船,只能在航运登记部上名列前茅。 这艘超级游艇,花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四年时间建造而成。 现在是地球上最大的帆船之一。 它也有自由漂浮的螺旋楼梯和三根比大本中塔还高的桅杆。 从非凡的歇撞船体,一直延伸到塔顶。 其中一根桅杆,可以从内部进入。 但船员不需要爬上去,只要按一下按钮,船帆就会展开。 这艘巨轮可容纳多达20名幸运的客人。 船上有54名船员。 除了豪华休息室,游泳池。 超级游艇还拥有落地窗。 皮革和木质家具组合,旋转床和直升机停机坪。 主人的小屋比伦敦或纽约的大多数公寓都要大。 出于安全考虑。 它的设计,采用了防弹玻璃窗。 梅尔尼琴科以奢侈的生活方式而闻名。 它通过制造和交易化肥和煤炭, 积累了140亿美元的财富。 除了两艘惊人的超级游艇, 它还拥有一架定制的波音737私人飞机, 法国里维埃拉的一座别墅, 纽约的一套点层公寓, 和英国阿斯科特附近的一处房产。